这个时候呢先请玛丽来和我们连线一下 因为她有一个很棒的消息要告诉我们 即将要登场的欢喜就好第四系列 有哪一些新的元素呢 玛丽请 Love972的朋友中午好 我是玛丽 今天的这一个中午呢 我是来到了大巴窑的汕头 为什么呢 因为呢这里呢就有花一九后四的这个算是媒体会议 之前呢在Love972的空中 因为梁婆婆上节目嘛 也有Love972的听众呢 今天呢是出席了我们的聚会 今天来到现场的演员们当然少不了梁婆婆 另外呢有建兵大哥 王磊还有辉哥 以及爱玲 和爱玲呢都来到了现场和观众们呢 一起玩游戏吃点心 消失多年的梁婆婆又回来了 她重出江湖 因为呢政府有这样子一个响应 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对不对 所以呢她呢梁婆婆 今天才发现85岁的梁婆婆 她呢是再次回到社会上打工要学习新的科技 还有结交新的朋友 那当然呢在打工的过程当中呢 梁婆婆就遇到了很多很多的老朋友 像Miss Lim记得吗 还有广东婆 为自己的老年生活呢是添上了新的色彩 可是这个梁婆婆神经比较大条 对不对 每一份新工作呢都会闹出许许多多的笑话 那年纪一大把的梁婆婆能不能够适应这个高科技的世界呢 我们拭目以待了 在新的华夜酒后四呢也有这样子一个新闻单元 我们有新闻主播梁志强还有蔡里莲 将会以有趣的方式呢来和你分享新闻头条 所以记得一定要看花夜酒后四10月26号 每个星期五上午11点30分 八频道花夜酒后四 希望呢通过节目呢可以传达一些正面 然后有用的讯息给乐林人士一些帮助 以上的讯息呢是由通讯及新闻部 通过Love97带给你的 好这个时候马上呢就要接听这个 呃玛丽的电话了 玛丽呢现在呢就在外头主持户外活动 哈喽玛丽 Love97的朋友下午好 今天的这个活动真的是看到很多很开心的脸 因为呢就看到了梁婆婆 还有这一些剧组呢 来到现场呢和大家呢玩得不亦乐乎 当中呢就这个梁婆婆的模仿赛 有六位朋友呢在台上呢是 呃模仿着梁婆婆的这个招牌动作 然后再加上那个招牌的呼呼呼呼 哎呦真的是难分胜负 不过呢大家呢都赢得了礼券 真的是非常开心 当然更重要的呢就是今天呢吃的这个点心呢也是特别呃就是要答谢大家的因为呢是较健康的选择我们常说吃的健康你可能就觉得说一定要花很多的钱什么要买有机的啦要买高级的啦其实也不一定我们可以通过食材的选择还有烹饪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饮食 像可以选择草米饭啊可以选择全麦面包 如果说在外头用餐呢也有很多健康实惠的 上来政府呢会增建更多的小贩中心 所以他们也会确保摊位呢会至少有一样三块或少于三块的食物 像可以找一找这个较健康的选择 特别是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 另外希望通过聚集可以传达给大家不同的讯息用轻松简单的方式 像现在的假新闻呢是层出不穷的 希望你呢收到可疑讯息的时候呢不要马上随意转发 一定要想一想哎这是不是真的不确定的话呢就先跟朋友 跟家人或者是就是官方媒体确证一下 听到任何的传闻记得一定要先核实信息的来源 理解信息进一步求证之后呢才做出公正的判断 这些呢相信呢你看花一九或四的话呢也会获益不浅的 十月二十六号星期五十一点三十分呢就有八频道花一九或四回来了 希望通过节目呢能够传达正面有用的讯息给乐龄人士一些帮助 以上的讯息呢是由通讯及新闻铺通过LUF97带给你的 小组线1点25分好这个时候马上呢又来听听这个玛丽的现场报道 她现在呢正在这个开心就好的户外活动 哈啰玛丽 那九千儿的朋友你好我是玛丽 今天在我身边的呢我们可能是五百年前或者是五千年前一家人 有没有可能 是啊是啊对啊有可能啊 是在我身边的呢就是许女士上个星期因为梁婆婆上我们早班遇见蝗虫的时候呢 就要听众模仿梁婆婆的声音是不是 对啊对啊 然后你就是其中一位新人 对啊是的 然后今天来到现场又被选上台 是的 是不是可以现在又请你呼呼呼一下呢 呼呼梁婆婆 哈哈哈 OK所以今天来到这边哈看到这个欢喜酒后四的这一些演员 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是很开心 真的能当当场当面见到他们真的很开心 嗯也吃得开心吗 也吃得很开心 谢谢山头主 哈哈哈 是欢喜酒后四呢当然就是用方言 然后呢传达很多讯息给乐林人士 特别是那些可能不太听得懂华语的这些乐林人士 所以你一直都有在看欢喜酒后吗 对啊 然后就会觉得说会不会学习到很多的东西 或者家里的年长人士也有在看 然后就懂得更多 是的 我姐姐他们都是属于热灵年事 包括我本身也是属于 没有啦 你还没有PG啦 看起来不像 年轻的需要才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所以希望大家呢 记得要准时收看了 会不会想要去现场看呢 有有 我会考虑去现场看 好的 谢谢许女士 谢谢 所以呢 欢喜酒后四呢 10月26号星期五 上午的11点30分到12点30分 一个小时的节目 希望你呢 能够通过节目呢 学习到一些正面有用的讯息 也希望乐林朋友呢 可以多多的支持 看了节目呢 会有所收获 以上的讯息呢 是由通讯及新闻部 通过Logicare带给你的